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我們公司總共訂了三次 他們家的包子 重點是他宅配需要買300個包子 他才會幫你宅配 他的名字叫做龍潭包子店 然後他每一樣的包子跟饅頭都是10塊錢而已 所以其實算起來真的很便宜 而且我們那時候訂的時候 大概過了一個月他的貨才到 那我們開始吧 好那我們現在先來吃饅頭的部分 先來看抹茶紅豆 那饅頭算是蠻大的 他其實差不多兩個圈頭 一個圈頭 2.5個圈頭吧 裡面有塞那個紅豆餡 濃的摩擦 對 我剛才在撥開他的時候其實不好撥 他算是很有彈性的麵皮 我們剛才吃的就是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點空虛 因為其實他的紅豆餡啊 他大概表皮就是上面這樣子而已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因為我以為會吃到那種類似那種 真的滿滿的紅豆泥那種顆粒的感覺 但是他只是薄薄的一層鋪在上面 然後他的抹茶味道 聞起來很香 但是吃起來滿淡的 但他的蛋啊 會讓你覺得說他好像不太像是化學的東西 所以是一個滿自然的感覺 哈哈 我是覺得很好吃 有 他就是不停的在吃 就是聞起來很香 但是吃起來其實就是一點點甜味而已 很多東西有點顆粒的感覺 會比較好吃 我感覺會比較好 對 對 令人覺得有點空虛 下一個是奶酥的口味 他奶酥做的比較圓喔 剛剛那個是比較有點火圓 他的好可愛喔 他開頭其實那個奶酥沒有很多 但是他的中間好像比較多一點 然後剛剛我們有吃他其實 有搭配一點點的椰子粉 所以你吃起來會有那種沙沙的感覺 然後他的椰子味道會比奶酥濃一些 不過吃起來其實不會算很甜 而且他剛剛跟抹茶紅豆比的話 我覺得他的內餡會比紅豆餡還要再扎實一點 我們的肉包也真好啦 其實他不同口味的肉包啊 上面都會有做記號 像這個就是會有綠色的點點 然後會有紫色的點點 那沒有點點的呢 就是他的招牌肉包 這個我們就放最後吧 我們先來吃 你要是紫色還是綠色嗎 紫色嗎 紫色是紫色是紫色 紫色是紫色 我們現在撥開我的紫頭 他的料理紮實欸 我想要堪吸他不會堪吸 我覺得他的起司剛好是抹在那個皮上面 所以他並不是把起司塞在裡面變成餡 我們剛剛吃他裡面的餡啊 其實不只香菇欸 他好像還有胡蘿蔔 然後還有玉米 然後所以他的料其實很紮實 因為有些包子的料他會集中在中間 然後你吃他旁邊兩邊會是 就是單純吃到他的麵皮 但是他不會 他就是你幾乎每一口都吃得到料 我們現在來吃 綠色點點的 梅乾扣肉 對 然後打開會 好 喔 欸他的料也是很滿欸 哇好香喔 我覺得好有客家的味道 他裡面都是 對 這應該是酸菜吧 可是我覺得他這很 配飯應該是 蠻不錯的 我覺得有點可惜他沒有肉 我好像有吃到肉 這個倒像梅乾扣肉啊 他有點騙人 那個叫梅乾菜 十塊你不要再吃 對十塊不要再吃 現在物價越來越高了 有點沒辣 對 就是不會辣到讓你沒辦法接受 我覺得這個比 剛剛那個好吃 對 再來是我們的重量級 壓軸 撐起他的整天電 就是這一個 肉包 撐起他的整天電 就是這一個肉包 撐起他的整天電 對 他肉好軟喔 欸他好像有肉汁欸 水水的 我覺得他跟一般的肉包不一樣欸 一般的肉包是 肉是 很鹹的肉 但是我覺得他的肉有一點 感覺好像有 有醃過還是什麼 有點甜甜的 裡面的肉其實就是 肥的瘦的都有 我覺得這可是我今天要吃到 的第一 等一下是哪個肉 肉包 哈哈哈哈 肉包 那蓮兒你要買什麼 肉菜好多 鬆心者出現了 真的假的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 他會打敗肉包 你不喜歡吃 那個鹹的東西 饅頭真的是 比較Q一點 確實比較好吃 那饅頭會有一種 飽足感的 你覺得肉包還是會餓嗎 哦 所以他 所以他 你也是為了生存 他不是因為食物 他不是因為食物 他就是 他就可以手到這種 十塊錢 這個太務實了 真的 這是最後都要抹茶紅豆是不是 第一名 你朋友是 豆包 豆包 這家比較Q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他們的 網站上面看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就幫我們按個喜歡 然後分享出去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掰掰 我們自己來談過好不好 300個 應該可以啊 怎麼這麼多人 可以吧 應該可以 哏樣就50個啦 哈哈哈哈 我們嘉賓應該沒這麼大 哈哈哈哈 50個肉包 吃起來不會一年了 如果 如果你去Seven買 他們的肉包 好 我知道 哈哈